原标题 原十月十九日,我军开始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将进入朝鲜,在三年的战争中,我军伤亡六十三万余人,其中有十七万劣士是能够查到姓名的。 在这些劣士中,有四位是我军的高级将领,分别是六十七军军长李湘,三十九军副军长吴国璋,五十军副军长蔡正国,和二十三军参谋长饶会谈。 1914年出生于江西永新的一个贫困人家,母亲是一位十分聪慧的女子,妹妹李回宇是哑巴,在十一岁的时候,在叔叔的资助下,李湘念了三年的私塾,十四岁的时候,李湘学习了灭将,但是师父一直虐待他,这一年的冬仙,李湘结婚了,女方大他五岁。 1930年八月的时候,李湘告别了母亲,参加了红军,之后开始了自。 即的革命生涯,湘江战役中,李湘深受重伤,经历过强度乌江,强度金沙江,大渡河等很多的战役,如沟桥事变后,李湘成为了邓华下面的一个营长,之后参加了平行关战役,摆团大战等。 解放战争时期,参加了平津战役的抗美援朝时期,在春季攻势中,李湘病倒了,曾经创造了三天间低1.7万人的战果, 因为美军使用了生化武器,导致李湘的病情,转变为败血症和脑膜炎。 1952年7月8日去世,从生病到去世,仅七天。1919年出生于安徽金站,1930年参加红军,34年加入我党,抗美援朝时期,吴国璋当时正好生病住院,这个时候失散了二十多年的母亲有了消息。 吴国璋想要看母亲,但是因为战争的任务已经下来了,所以吴国璋参战,没想到,一走就是永别。 39军一直是我军的主力部队,在军长吴信全的带领下,参加了第一到第五次战役,195。 一年10月6日,吴国璋在我军司令部开完会,乘车返回到平壤附近时,遭到了美军的空袭。 吴国璋重担了牺牲,年仅32岁,展开全文1909年出生于江西永新,33年加入我党,1953年2月,当时志愿军司令邓华下令越过汉江的队伍撤回北岸,当时武时军在南岸构筑攻势。 1952年4月12日,当时志愿军正在一家民房中开会,这个时候,突然听到了敌机的轰鸣,紧接着,一颗炸弹就爆炸,蔡郑国和他的身前的作战处处长被击中,蔡郑国身上多处中弹,直接昏迷。 晚上十点,蔡郑国牺牲,之后,蔡郑国的尸体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。 1915年出生于湖北大野,1933年加入我党,1952年的时候,饶慧坛主动请命去朝鲜作战,担任23军参谋长,负责军事后勤工作,1953年3月中旬的时候,但是,饶慧坛因为过度劳累,回到了参谋部后就睡觉。 但晚,敌军开始轰炸,而饶慧坛起来后,进行巡查,没有发现什么意外,于是就让警卫员继续值班,可是三十分钟后,第二次轰炸又开始了。 21日早上,饶慧坛牺牲,年仅38岁。 1955年12月9日,饶慧坛的尸骨回国,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。 返回搜独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1955年12月9日,饶慧坛的尸骨回国,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。 1955年12月9日,饶慧坛的尸骨回国,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。 1955年12月9日,饶慧坛的尸骨回国。